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俗话说得好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盗 王玉一定是有什么 能让欧家利用的地方 欧力行才会如此费心地接近他 王玉沉迷于声色全马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方面 着手调查 侯爷考虑得有道理 说起来 五弟如今也成熟起来 遇到什么事 都时刻为家里着想 若此事属实 侯爷可得好好感谢他呀 你认为我该怎么谢他 那自然是他喜欢什么 就送他什么呀 他就喜欢唱戏 难不成我要送他戏本子 那又有何不可 再说了唱戏怎么了 谁还不能有点喜好 侯爷应该庆幸 他的爱好 不是喝酒赌博观花楼 侯爷若是把他唯一的喜好给尽了 您就不怕 他把兴致转移到别处 又不是谁都像侯爷这样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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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可不知道 您还是亲自问侯爷吧 四哥 不会是在试堂吧 四哥 不用放下 这本新戳的战花魁 准备要给你的 四哥 当真要送给我啊 你不要是吧 要要要要 要 林伯查过了 欧丽行这些日子 确实和王玉私混在一起 这是赏给你的 四哥 这个战花魁 分上下两侧 这个 只是上侧 我想了想 等凑全策再给你 别别别别别 四嫂 侯爷 吴爷 没事吧 当心 别伤张手 这剑 怎么和我以前看过的剑 不太一样啊 这是三棱剑 带有道刺和血槽 好 比一般的剑尺寸略大一些 使我们虚家独有 你怎么来了 母亲说中午一起去服寿院用膳 吩咐我来叫你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 别让母亲等太久 好 五弟 我们一起去 好的 四哥 走 切记啊 不要太过于承认 夫人 五爷手里好像是个戏本子 他不怕侯爷了 孙丰之夜无山翠 下死天天朝起 不许四哥 那戏本子还是侯爷花了好大的功夫 重金买来的 那我觉得我们之前是不是都看错侯爷了 侯爷在外面装出一副不敬人情的严厉样子 其实都是为了这个家 其实侯爷内心还是个挺温暖的人嘛 冬青啊 你说起侯爷的好 倒是头头是道啊 你到底是我的人 还是侯爷的人